当窄窄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窄窄下班中 昂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窄窄下班中 我是阿芷 我是波姑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看啦 而且这也是一部有动画的作品 对呢 而且这部其实也是因为动画之后 漫画才跟着红起来的作品 好像都讲了有点红的作品 不过没关系 因为我们要说就是要稍微讲一些 不要那么严苛的讲那么冷门的作品 之前都讲得太冷门了一点 反正我们的本质就是好看就推荐 对啊 大家也是好看的 它有热度是当然的 嗯 就是当然啦 那我们这次要推荐的末日类作品 要讲末日吗 末日类作品 这部就是少女周末旅行 广大的世界只有两个少女的旅行的故事 对 观看书名其实就已经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末日系的作品 更符合了我们的这个末日的设定 它跟我们上周讲的学员孤岛又不太一样 上周学员孤岛它是算是有希望吧 最后算是一个有那种人类最后还是 有信任下来的那种希望的故事 但是少女周末旅行它 是现在完成式 对 那算废图吗 不是哦 它要讲的话比较像是那个二平免的 二平免的那个世界观 就是探索者的那个世界观 作者他自己也有讲说 他的美术风格有一点受到二平免老师的影响 这个作者他以前是在网络上有画一些插画 那少女周末旅行算是他的第一本商业志 要说他是画迹很成熟的漫画家 其实不能这么说啦 但是他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 大家如果看画面就知道 他其实就是那种画的比较可爱的那个女孩子 然后里面的背景也并不是说那种特别漂亮 而是很有味道的那种风格 他用大量的留白 他用大量的留白去表示了那一个 怎么讲 漠视的空虚感吗 真的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旅行 你会非常非常深刻的意识到这一点 嗯 里面他 他其实一直扣合着一个 关于战争 关于活着 关于绝望 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 可是他并不沉重 虽然他讲了一些很沉重的议题 但其实他本身故事并不是很沉重 就像动画 他其实用了一句台词当作引言 就是命两个少女嘛 就是迁都跟游历 这两个算是性格很互补的少女 他们骑着伴侣带车 然后在这个巨大的都市废墟中旅行的故事 然后我们刘历他有说一句就是也算是蛮名台词吧 大概第一第二话就有提到 他就是说跟绝望好好相处 这也算是这个故事 其实他一开始就很早就点名了这个主题 就是跟绝望好好相处吧的这个故事 外在虽然很绝望 但他们还是过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愉快的旅行 可以这么说 作者他自己在后继里面也有提到说 他其实有点想要过着为了活着而活着的生活 为什么不能过着这种为了活着而活着 为了活着而快乐的生活呢 这跟大部分作品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人 他们很多作品想法是开始探讨说 为什么他活着只是为了活着 而这样开场的故事 可能跟生活的背景不一样吧 因为毕竟在这两个少女 他们的一开始生活的背景之下 就是一个很 算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世界 里面其实从故事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他那个世界是因为发生了战争 才造成人类凋零 因为里面到处都是大量的军械武器 然后到处都可以捡到枪跟子弹 连那些食物啊 口粮都是类似做成军用干粮的那种形式保留下来 而且连我们的两个少女 他们身上穿的也都是军服 跟携带的东西 看起来都是一些军用装备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世界 他原本经历了很混乱的那种大战吧 但是他们就只是一个漫无目的的 在这个几乎都没有什么人的世界中 就到处旅行 然后收集物资 收集食物 那就是阿子最喜欢的路线 对探索系 这是我很喜欢的类型没有错 而且他的故事呈现方式是让你去感受那个气氛吧 作者很擅长营造出整个故事的气氛 跟他会适时的丢出一些台词跟一些想法 可以让你去思考一下很多 还有就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动画做得很不错 因为动画做得很不错 所以漫画也相对的知名度就提高了 因为漫画就像阿子刚刚说过的 他重点并不是在画记 对 他的故事本身篇幅也不长 漫画的话也才六本单行本就完结了 我也觉得说这个故事其实也不太适合去拖太长 对 准备他也有出很多探索剧情 然后还有个蛮有趣的地方是 当时在动画画之前 他的漫画好像到四五集 准备差不多结局了 所以在动画的结局 差不多是在第四集左右做ending 然后作者他只有说 他跟导演的一些讨论 之后让他产生了第六集最后那一幕的那个处理方式 就是漫画的作者也有受到 那个动画的那个制作者他们这边的影响 我是觉得那个结局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开放式结局 但是是一个会让你想很多的开放式结局 那阿姑自己看这部是有什么想法吗 当时 我自己在看这部 就像阿子说的啊 这是他们属于他们的旅行 然后他其实比起剧情跟画迹来讲 更注重氛围的塑造 那我是蛮在意他的留白的部分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月啦 我们这个月的漠视作品基本上已经排好了嘛 虽然大家才听到第二集 那我自己看其他作品的时候 常常有一种感觉 就是他们在建筑 对崩塌的建筑上 是非常下了苦心去画的 大部分的作品是这样子 但这部反而反其道而行 他留白的地方很多 让我一种就是茫茫世界 就只剩下他们两个的这种估计感 他的氛围的塑造 我觉得很棒 当然我也很喜欢少女们 对我个人很喜欢 留白多吗 其实我不觉得留白多耶 我觉得蛮多的耶 他应该是说他画的杂乱 他那个建筑比较杂乱吧 应该有他自己的风格的乱 是 他自己风格的留白 可是比如说像一个地方 如果也要按照实际的话 因为莫世有时候就很在意的就是 他跟现在现实的重合地点 就是我们可能现实是这样子 那莫世必须建立在这个现实之上 才可以让人感觉到 那种毁灭感跟绝望感吗 那这部除了重点描述之外 他其实其他地方都是空白的 是 你的空白是指这里 对 他们可能在搜寻的时候 这个建筑是有建筑 他周围是没东西的 对啦 不过也不一定 他们也有在巨大建筑中到处移动 我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杂乱了 是因为里面都没有支线 就是作者完全是徒手画 你会发现里面很多建筑 其实都是徒手画 有点微妙的歪斜感 所以看起来好像会有点乱 但实际上看 其实是一个很细致的画法啦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这很有特色 照理说一般处理背景 不会这样去做 可是作者偏偏这样处理的 就是他都是用徒手去画那个 要方方正正的背景 这让我想到我们超喜欢的 天春优美老师好像也是这样 背景总是很难看到直线 是啊 但是这个反而是他一个很有趣的特色呢 而且就像刚刚阿姑说的 他里面的建筑吧 他里面建筑是有包含超古代的时间点 跟后来的人们住在这上面 就又重新建造上去 然后他们现在在建造上去 所以他们建筑是一直都 层层叠叠的 一直不断的去加改 然后有一些新的 很旧的东西跟新的东西混杂 甚至你在故事中你看到的是文字的改变 像是很古老很古老文字 都是像我们熟悉的一些日文或英文 然后到了现在我们这个主角 他们所在的年代的文字 已经是变成另外一种 作者自己的原创文字了 就是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世界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了 离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已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他从很短的篇幅带出了一个世界观 对真的 就是这种从细小的地方 然后慢慢的去探索整个世界的感觉 相当的棒 还有就是虽然在故事中 偶尔会遇到一些其他人 但是不多 甚至会遇到一些像是机器 还幸存的一些机器啊 AI甚至神秘生物的存在 这些都是一些蛮让人有幻想空间的 我个人是真的很喜欢这部 就大家可以去买来感受一下 对啊 所以它也不长嘛 所以你可以翻开 我觉得其实刚看了一两集 就很有那种感觉的 大家不妨买个几集试试看 如果很有 觉得很 那个世界是有魅力的话 我们就非常推荐整套 对整套带回家 也才六本 是 对啊 才六本而已 带回家我觉得是OK的啊 我其实还蛮觉得 幸好它没有花灯很长 它这个也没办法拖啦 以它的故事风格来说 也没有办法拖 而且最后的结局的处理 其实我也蛮喜欢的 虽然就是 怎么说 还是一样 什么都没有解决 对 跟绝望好好相处吧 还是一样 一开始那个游历说的那个 就是这样的故事 那我觉得如果说喜欢这种 就是有点类似像二平米这种超巨大建筑的这种背景风格 然后喜欢看可爱的少女 虽然不是美少女 她那个比较Q版的画法 喜欢看那种少女在这种世界中 然后到处 到处探索的这种类型的吧 然后喜欢感受这种气氛 氛围类型的 我觉得这部很蛮值得推荐的 反差感吧 我有时候都觉得少女 然后尤其是这种 感觉软软的 某某的 甜甜的 没有攻击力的 然后他们拿着枪 在废墟中穿梭 真的蛮有 比有魅力啊 这种作品 我其实一向都还蛮喜欢的 蛮喜欢的 是啊 它这个为什么他们都带军用武器 而且因为枪太容易捡啦 满地都是 这个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带出说 这个世界的战争 战争造成人类灭亡的这个背景吧 它就是把很多线索 跟一些很多的 好像很多故事都放在这种背景 跟他们探索的路上的一些东西 这个也很好玩 就是我们读者 可能角色他们本身没有办法 理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是身为读者 我们却可以从这些背景看出来 这个可能是发生了什么时候 这些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也很好玩 那阿子是觉得 动画跟漫画的顺序 推荐大家先怎么看呢 哦 你说动画或漫画吗 当然是先看漫画啊 当然啊 原作 我是原作优先派呢 当然是先看漫画 有什么好讲的 所以各位了解了吗 大家要先看漫画哦 因为我就知道很多人对这部的了解 就是局限于动画啦 对 可是因为动画 我因为阿子推荐是先看漫画 但动画真的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 不愧是动画 嗯 会觉得整体比较精细 是 是是是是 而且动画也比较容易接受吧 毕竟还有配上声音 只看漫画的话好像缺少声音情报 有点可惜 尤其像里面其中有一回是那个 他们听那个余声的 我觉得那个动画 把它做出来那一段 真的做得非常令人惊艳 它是一个很好的改编作 嗯 没错没错 所以 嗯 喜欢这种氛围的故事的朋友 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 相当优秀出色的一部作品 而且这个作者 他其实点子很有趣 就是 这作者他本身 画一些插图的点子也很有趣 有机会也可以看看 这个作者他的推特啊 或什么的 也是很好玩 那我们 差不多这部就介绍到这里吧 因为我觉得这部 他真的就是要自己去看 去感受的一部作品 因为讲白了 他的剧情 好像我们不剧透 也没有什么特别 需要隐藏的 他也没什么剧情可以讲 对啊 好啦 那 那我们这一次推荐的 少女周末旅行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有机会请大家就多多 支持 对 支持 难得有一部 有完结的作品 我怎么说难得 好啦 那就先这样子啦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期待我们下次的末日作品咯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好办了 回去回去工作咯 怎么办 我们下次见 叫 搜